字幕提供 回來了 玩具TV吹水時間 傻佬清談節目開始 Andor 上次罵了飛起 但反而有talking point 這一套沒有人說 你講不講 上次OB1至少有明星 Evan McGregor 但今次是 冷滿 有新人 可能有些人棄了Star Wars的電視劇 也不一定 因為OB1是連續兩套 連續幾套 其實BOB1已經令人失望 OB1更加令人憤怒 反而真的覺得有talking point 但今次這套是好看的 你覺得很有心 你覺得很有心 很有感情 在故事裏面 特別的地方在於 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已經有感覺 其實這個故事設定 跟科幻近乎沒有關係 是 在任何抗爭 搞革命 抵抗暴政的故事環境 都可以放進去 無論是古代 無論是中國也好 阿拉丁美洲也好 法國大革命也好 任何一個這些歷史環境 都可以放進去 真是一些編編青年 編編青年 然後改邪歸正 尤其是電影《八占多》第六集 其實他仍然是 你未知他是不是 好像Andor 之前Roll Run角色 Roll Run角色 成熟了 為那件事犧牲了自己 但這段時間他仍然為自己 是 是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Cynical Cynical 是甚麼 不說 我不說 被動 不是 因為他藍珠國的童年關係 他是一個自己顧自己的人 是 還有 他加入抵抗軍 反抗軍 那條路是愈迴一點 因為他當初是為了錢 是 暫時 聽說 第一季好像有十集 聽說 我們現在知道是第六集 是 而且聽說是有兩季 兩季才去到Roll Run 起碼 一個沒有劇透 Roll Run 你知道這個男主角是死的 是 所以他由 Roll Run開始 由我們這一部分 到Roll Run開始 其實應該是二十集 以我目前的資料 暫時看到他 為何會加入了 開始進去一個支部 去實際的 去一些軍事行動 去抵抗這個 Empire 還有 看到 這個禮拜那集 看到他 他也未至於說 他會為了革命的使命 去犧牲自己 他也是為求自保 想要那筆薪 但當他見到有人 向他提議 不如我們自己拿了所有錢 走 我和你對分 他也是很不屑 他是有自己的 moral compass 他自己的道德觀 所以他很容易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很容易 去代入一個這樣的角色 他有點像Hand Solo 他不是一個全程 去革命 他又不是白紙一章 他又不是一個革命家 他是一個因為自己的過去 而有他自己的道德觀的人 他只不過 他完全不認同Empire 是 帝國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暫時 不是一個熱情 他就像Hand Solo 是我們觀眾很容易去代入的一個設定位 是的 剛剛 我剛才講到 其實剛剛劇情發展到 就是 那一刻 也不怕 我不是專門去劇透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我也是 在第六集 到尾聲那裡 他就是 怎麼說 都要說 他是殺了同伴 即時了 想不到他拔槍 打關 因為那個人是一個 二五仔 是嗎 他是不是二五仔 你講到最後一場戲 他上一集 第六集 他在打劫的情況下 他打劫了金庫 其實四個男人 已經有一個身上職 是一個戰士 那個年輕人 很聰明的 兩個人又在交通以外 坐在飛機裡面 高速走的時候 被東西摘傷 又關了 只有兩個人 是的 那個人之前很懷疑 主角 誰知道原來 這個就是設定得很好 當初就好像這個人 講到他自己 是幾個不信任你 我就覺得 我們個個都是二小青年 你是為錢的 但突然間 當錢拿到手的時候 竟然這個人才是 有些錢無間道的劇情 突然間想不到杜汶澤原來是臥底 其實我沒想到 杜汶澤很後才知道他是臥底 杜汶澤不是臥底 你有沒有臥底 我就是臥底 不是 不是 他是臥底 可能我誤會了 你絕對誤會了 你絕對誤會了 可能我誤會了 你以為呢 他是令我打了一個突擊 他突然開槍打倒了那個人 然後就 沒有了 就軟了 他開槍打倒了那個人 是因為那個人 扭他 說不如我們 扭他分了一招 因為其實他們 將這些錢 奉獻給革命 就是奉獻給革命 因為他是維基的一件事 他是不 supposed 將這些錢墮入自己的口袋 是啊 已經不要說評分了 是啊 而他那個被他殺死的人 就是說不如我們兩個人 分了一整塊錢 那裡不知道多少 千萬這樣 我忘了我數字 但是反過來 是不是那個人滲他呢 可能他也是想滲他 我們 就這樣看就應該不是 因為他很堅持 他越說就越 就是 最初那個男主角都是 就是 匪夷所思 就是你覺得那個男主角 跟我們觀眾一樣 都是覺得 不會的 再第二個反應就是 你是不是試我 就是那個男主角的表情 你是很看到的 他一而再三 那個男人 他不斷地 就是你看得出他是堅持 他是認真的 就是認真的 他是真的想叫鬼捅底 那麼那個男主角 就一槍 解決了這個人 他那個槍 不是說他 他不是智慧 他不是保護他自己 是 他是因為真的看不起他 他是真的 我是 你是一個人渣 我不蝕你這個人 是 我石頭對你 有觀眾說 其實頭三集一次看是對的 因為呢 如果你分開三集看 我想你會 不再追的 因為那個劇情是比較慢的 其實他慢了 所以我覺得是好看 但是我 有很多人說慢 我同意他是 我同意他是長了一點 因為他 他很有心機鋪排 他之前在他鄉下的同伴 以我們現在看劇的那種情緒 你這麼有心機鋪排他 之前他在他鄉下的同伴 的人物關係 但是去到最後 其實你過了三集之後 譬如 那個女仔 在第一、二、三集 又出那個女仔 其實我不知道他之後 會不會回來 所以反過來 是否其實 其實這十年 我們是被美劇 或者復仇者那些 已經麻煩地 令到我們對看故事 那個要求變得 是比較有速度 我覺得這樣 譬如我們看無線劇 這樣說 我們小時候 都看《飛翠吉祥》 他是很多支線的 是不是 那些什麼 人在江湖 什麼 林文大康 很多支線 但是他每一個支線 他都是結到眉 就是 你無論裡面的 萬子娘、周凱薇、張衛健 做他弟弟、做他表弟、做他阿叔 每一個支線都好 他最後 他每個人都能夠埋上眉 那個人就坐牢 那個人就有情人終成眷素 那個人就做了尼姑 每一個支線 他都能夠埋上眉 但是 你現在這套結束 你之前開了 譬如那個女仔 你開了 你每一集 然後已經斷了 那你這十集之內 你是不是之後 會繼續給我呢 我就不肯定 照到你來講 寫故事來講 他一定 應該要給我 譬如他之前那個 類似是他的 不是女朋友 是一個 戀人未滿 有達至上的 關係的一個女仔 他的男朋友就死了 那個女仔 那男主角 就將他遺留在他鄉下的城市 那這個女仔之後 會不會有故事呢 如果沒有 就有些怪 因為你放了這麼多蝙蝠 在第一、二集那裡 介紹這個女仔 但是不是 當男主角離開了 那個地方之後 這個女仔的故事就完了呢 那個女仔一定有故事的 因為我看的那些玩具 也沒有出到他的 所以沒有出到玩具 那時候他起碼有些氣氛 還有他鋪牌 跟Andor 即Cassine 那個男主角 是有一點點關係的 當然 那個跟那個女仔 有曖昧的那個男人 就死了 很快就有個 團隊就死了 那是他男朋友來的 那是他男朋友來的 因為Andor跟他有些曖昧的 他反而是曖昧的 正經男朋友是死了 正人就乖了 真是 到了這裏 剛剛說 林家棟是臥底 林家棟是劉德華那邊的壞人臥底 因為你很亂的那個劇情 就是當黃秋生死了之後 因為他們知道曾志偉 是在懷疑中間有臥底 既然阿傻強 就是杜汶澤死了 他們就放 警察那邊 就放個流料出來 就放個臥底 說個臥底 警察已經死了 就是傻強 哦 即是說你要找那個針 其實他們已經死了 你不要再找了 其實曾那個是梁哲偉 是 也要撐得很開 是 剛才剛才說回來 所以其實到了這一刻 我覺得是 如果你沒有耐性 你還沒看的 我可以建議你第五集開始看 Tommy Wong說得很對 還有他說要找一個妹妹 但現在又好像不再提 當然我相信她會 我覺得她有報告先 她會再什麼 但我們看劇會比較心急 可能我們 我剛剛說的是 我們現在看劇 習慣了她一次過出十集 是 即是對 一天全都看 是的 是的 有空先看 一手看完 而我一個週末就全都看了 那我就知道 現在一個星期初一集 我們就好像變得很心急了 是的 所以有些不同 我覺得迪士尼這次 我覺得好像想放手 給不同的人做事 嗯 你見這條線呢 很明顯是另外一百人拍 《 Mandalorian》也是另外一百人拍 是的 氣氛好 我經常看到 導演是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很男人 她拍出來的東西很男人 不是說多動作那種男人 而是她拍出來的那些男人 是的 有一次那個 之前有一個美國女導演 不過後來拍了新的女俠 她拍了新的女俠 她拍了新的女俠 之前她也拍了兩部電影 都是很男人的 即是拍到男人 很男人 是的 拍到那種男人的感覺 正常的 其實男人拍女人也很好看 那也是 因為她拍給男人看 所以女人一定是男人的 女人拍女人就不好看了 所以舒服就不好看了 所以女人拍男人也很好看的 就是你認為女人最棒的男人 她就在電影裡面呈現給你看 就不是男人想的那種男人 就是只是健身 或者只是某些東西厲害 有錢 不是的 只是帥哥不是的 女人可能要的東西是很特別的 是的 所以唯一一個 唯一你說 就是批評就是 一來其實她不是一套科幻故事 除了第六集最後那個天象 那個天象很美 很好看 很好看 那天象真的拍得很美 就是這個 還有那些報警 她真的像電影 就是之前那些真的像 不要介意 好像外回家那樣的 劇集 不要提 就對這個電影吸收 是的 她這次無論是人物 真的講K 還有我覺得是 真的像你所說是劇組的問題 因為我相信她不會有Andor的預算 預算大於OB-1 是的 應該不行 但OB-1拍出來就像電視劇 是的 而Andor就有電影感 是的 我想是個班底的問題 報局局 她說她剛剛打劫 終於被那邊空軍那邊知道了 嗯 空軍真的拍了三個tie fighter出現 她細節做得很好 她看著拍著三個pilot 就上那個機場 是的 細節做完 這些你會喜歡 是的 老粉絲會喜歡 因為就是想看細節 還有看看Tie Fighter怎麼上機 怎麼下機 怎麼爬出去 看看Tie Fighter全身的樣子是怎樣 或者有沒有特別的服飾 嗯 她就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就是很忽略的 就是OB-1那些是沒有了細節 我覺得是去到這10年的電視劇 那些極致的 就是說我不用劇情的 最重要是看到結果 還有因為OB-1是講的那些JDi 但是去到Antor 就是講的軍事 所以你會有些軍人 士兵 軍隊之間的關係 以及基地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些 很細節 比如那些軍兵 進去那些戰機的場景 是的 之前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實傳統Star Wars也有這些 不過我覺得Row-1系 或者Antor這些系的 製作關係 它就細節一點 嗯 我覺得適而是慢慢細著 不過對一般的觀眾 我相信真的覺得悶的 老實說真的悶的 因為我都 是長的 我是很感動的 還有我喜歡 其中一個令到我很吸引我去看的原因 是因為那些演員 好像剛剛我也有講過 就是那幾個演員很吸引 那男主角 那個做 對他那個比較堅持 他窮追猛打 但是後來被人鄧東姑 那個男的職位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就是類似隊長 就是有些拿著雞母島領戰 顧警長 很想去出位 就是 這件事純粹是為了個人出位的 一個 那個男演員 那個男演員很好戲 他應該是還有東西看的 就是他很奸 對 還有他跟他媽媽的關係 好像很有野心去 去發展這個角色 另外就是那個女軍官 那個女官員 我不知道那些職位 金頭髮 很納粹的走出去 一看他的氣場 哇 很有氣氛 你一看就知道他 就是 活在一個 你說經常說迪士尼 講女權 講那些什麼 就是要給 這些就是好看的女角色 你就知道他 他作為一個女人 整個 開會的整個桌子 他近乎是唯一一個女人 是嗎 是 但是他就是為什麼要做到自己 要禁止他 不斷OT 是 但是他又對他的下屬 也算是挺好的 是 他不是那些 我們香港建華那些女強人 他是懂得照顧下屬 但是他自己就睡了身去做事 是 然後他就 距離力爭 又要在這個 大班男人的 這些就是好看的女人角色 就是他經常都很真實 就是如果你在那個氣氛裡面 是 作為一個女人 他是會這樣做事 你看到他自己也是步步為營 他知道自己是危附的 但是他就不斷地咬著不放 因為他純粹是為了他的職位 打一份工 但是他也是很認真地去做那份工 這兩個站在帝國那邊的人 是 我覺得是誰會變節的 最後的劇情 似的 因為他是有血有肉 就是你比較在之前 Obi-wan 那個 Third Sister 你看 兩個角色相差多遠 就是笑料 就是演員 我經常都說那個黑人女演員 他未必是差的 純粹是導演問題 我覺得 當然了 演員永遠是聽導演做的事情 但是你一看 哇 相差多遠 這個做白人 我不懂什麼形容 這個女軍官 無論是那個角色表達出來的 氣場 氣氛 表現 故事背景 所有事情 那個級數差多遠 大佬 真的 所以其實是幕後翻底 因為其實 譬如老闆老闆說 如果你是演戲 舉個例子 我們今晚做直播 你煎煎煎煎煎煎 可以變成大有故事 如果你演員 其實好演員是什麼呢 去到現場 你要哭就哭 要笑就笑 要搞笑就搞笑 要動作就動作 那些就是我叫好演員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難連戲 因為預算問題 你一個場景 可能拍幾組戲 那幾組戲 可能是幾件事來的 或者前中後階段 其實要變化 化妝和服裝都變成了 情緒都變成了 但其實你要進去 其實挺難的 其實到最後 導演和剪接師 就要將他 剃回這件事 這個是很難的 但是之前 我想看回奧比溫 簡直是反轉的極致 真的 真的像 不知是 好像學生拍劇一樣 是完全沒有了 這些紀律 我叫不要說張白 是沒有紀律 我的外行人 都看得出這些問題 是的 所以這套是好看的 這套是好看的 這套是好看的 我希望他有更多一些 戰鬥場面 不是戰爭 戰鬥場面 是的 Steven Wong在踩場 說我們為什麼說Andor 而不說House of Dragon 我還沒看Rings of Power 我還沒看 其實我想看這套 如果我老婆也喜歡看的東西 我喜歡跟她一起看 我老婆喜歡在一起才看 她不是很喜歡一個星期看一集 這套Rings of Power 我選擇讓她播完整個時辰 我還沒看 今天我看了少許House of Dragon 其實我只看了一集 看一集 另外一集的片段 你知道YouTube上有很多人 剪片 正吹的 那些 我覺得那個劇情又回來了 那種Game of Thrones 又是出人意表 和很噁心的場面 是出來的 是的 我昨晚才看完最新的一集 我自己覺得 始終豬肉在前 是 Game of Thrones 當年的新鮮感很強 是 變成你現在 就算 有點翻盤 始終好像 我不知道她是去不到那個層 還是因為我自己已經 心理準備了 是 因為你看過Game of Thrones 賺到底 變成現在 就好像怎樣都未去到 那時候那種震撼的感覺 應該是 還有演員又會比較 對 又說要流行幾個演員 但是我覺得 有一件事是 我自己不知道 我要回看Game of Thrones 當時我才可以很實現身子 這樣說 我總是覺得 衣服和背景 沒有那麼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Game of Thrones 那些衣服是漂亮 還有一些頭髮 那些頭髮 那些東西 真實感強一點 是 很明顯 因為她這次不是有很多 Tiberian 就是很多白頭髮 是的 我總是很明顯覺得 這次的假髮是上一點 是假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說真的之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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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龍鳳胎男女主角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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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集幾個主角 不是 年輕版的女主角 多漂亮 你可能不喜歡那個樣子 哪個 女主角 Riana 就是 那個白頭髮的女主角 年輕版 因為她後來 是的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挺漂亮 但是 她不是很好戲 但被人不換 好像說 不是 不是 因為她跳了幾年 就是 她 開頭說她可能十幾歲 然後跳了二十幾歲 那二十幾個應該怎樣 就轉了第二個演員 是的 因為這樣轉了二十幾歲 就沒有看 那個 那個肥一點 那個不夠漂亮 我自己覺得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 因為我的Gamma Phones 已經看了很久 我 我還沒有看過Gamma Phones 我最初看Gamma Phones 其實 雖然都是說權力 權鬥 那些東西 但我沒有一種 我沒有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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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為劇的感覺 那種很金枝玉業 我再說金枝玉業 我沒有那種金枝玉業的感覺 但我不知為什麼 我看House of Juergens 我很有金枝玉業的感覺 就是一班女人在這裏 我不是說她是婆婆媽媽 但是 另外一個感覺 就是我看Gamma Phones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換肚脈圈 每個人都很有陰謀 很有計算 就是Little Finger 那個很肥的 那個叫什麼 就是好像GiGi那個 GiGi那個 你應該知道我說 就是大神 就是有一班大神 有一班人很有權謀 有一班很懂得弄權的人 是 House of Dragon 總是好像少了這種人物 就是 Otto 但是Otto 我不覺得他有這種表現 另外一個是 忘記了是 另外一個後期的Hang的兒子 那個類似韓背 有些腹瘤殘缺的人 我覺得那個人的樣子太過時裝 很不入戲 我見到她的樣子就出氣 那樣子完全沒有古裝 還有我覺得他們那種描述他們的弄權 那種陰謀 不夠細節 他們有多看歷史 對歷史 對人的關係看得很透 以前看Little Finger 還有那個 Sorry 那個肥那個叫什麼 是很有那種感覺 是 這班人的智慧真是高 還有 當然還有 朱如 是的 他們的智商很高 是 看House of Dragon 好像沒有一班很有智商 很高智商的人 是 很多人都是很衝動的做事 當然 可能我們會看到他們成長 他們未成長 可能是 可能是 因為他們做了七集 是 因為我聽R.R. Martin作者 就好像說過 起碼要四個Season的十集 即是四十集 才可以說到 這個故事出來的 這樣 可能就是 這樣 你可以這樣說 例如Gelphorn 你開頭 你沒有什麼超級期望 我覺得第一季 龍女也是不出的 我覺得龍女那時候 好像是一個 好像只是暴露的角色 是 被人搞 因為她真的是小怒女 是的 但你發覺去到第二 你覺得原來真正的主角是她 而且她開始被火燒 不死 然後又重新出來 那場戲 你突然覺得 這個完全是非馳中文 原來這個人 這麼站出的 可能真的要看多些時間 因為我想問 那個皇帝的弟弟 很亂來的那個人 你覺得他氣多麼多 或者他跟著又不可以玩 我這句話是主角 最認是他 他應該是最突出的 那套甲真的不夠 雖然一開始覺得他很亂來 很魯莽 但是後來你發覺 他原來好像是最 他單挑蟹人 是的 原來他是有些思想的 只是以前比較自暴自棄 但是後來好像 隨著年月成熟了 我覺得那個角色好像 比較多東西看 如果那個人的演員 英俊比較好 我覺得 因為 我現在看回 譬如女主角 好像是讀Rihanna 我實在記不到她們的人名 Rihanna 都好像是一個很 雖然她是一個公主 雖然她是叫做一個 都叫做 對皇位 不要用虎視眈眈來形容 但是她覺得皇權應該屬於她 嗯 她要保護她的小朋友 希望將她們送上皇位 還有如果做不到皇帝 就可能 如果那些小朋友做不到皇的話 可能 她就會被人家殲滅 因為在拳鬥那裡 你不是皇 你就是扣 當然是這樣 那些故事很重要 對於她來說 但是 我不覺得她是一個 很有權 很懂得弄權 的人 一個智慧 在Gamera Phone上 你覺得每一個人都好 除了可能男主角 John Snow會比較直長直討 或者他爸爸 或者他爸爸 他是一個反面搞才 但是裡面有很多人 你都覺得 你欣賞這些人的智商 欣賞這些人的手段 我想說手段 你會欣賞那些人的手段 我看那些人的手段 我看那些封信 最令我 就是 所謂的 拿交都掉出來的 就是看到 不是那些特技 不是那些龍 而是那些人的手段 寫的人 真的 怎麼可以想到這麼多手段出來 我想說 作者 他真的有那種 vision 就是 他知道那些皇者 是怎樣龍權 其實真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自己作為一個平民百姓 其實我是打開眼界的 是的 因為其實一般人 不是這樣想 你一個人 看見那個小孩 看到是你和你姐姐搞事 然後看見那個小孩 他一下子就推了他下去 就是你正常人 你只會騰了雞 是不是 你不會 那一刻推那個小孩下去 那一刻 不是一個正常人 會做出來的 反而我很欣賞 在外國那些小說家 劇作家 他們那些思維 是很 跳出過框框 跳出過框框 就是普通間諜片 知不知道我007 搞一下女生 就是sexy 打開桌 其實好像 之前有一套 是講 什麼spice 很出名 就是call of duty 他專門做一些 講美國中情局 那些很陰謀的間諜 那些事 他全部都寫得很好 那些事情 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 但是他很知道 而且他寫出來 是完全通過的 你看完之後 然後你發覺 真的好像 我學會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自己看 House of Jorgens 我就是有這個感覺 就是 我今次看一些正常 普通人 在一個不正常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可能你已經看慣了 不知道 我自己就是覺得 我覺得一些人的反應 太過容易被我預計到 就是 他們都是一些很普通 不是很厲害的人 但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之下 會做些什麼呢 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就沒有了Gamer Phones 那種見到 哇!大群很聰明的人 無論是對白 一些措辭 和他們的手段 我都覺得 哇!這群人 可以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故事 這個世界上 可以生存到 因為他們真的很聰明 是的 在House of Jorgens 好像欠了這個感覺 或者我們可以放多一點時間 當然 當然 我覺得現時很多 不要說網評 我們看到任何 例如產品也好 玩具也好 電影也好 我們很快就會有好的反應 但是反過來 很快就會習慣了 這兩天都有一個很大的 網上群組的風波 就是 高達 有些師兄 可能看了兩集 新的那套高達 就說 不要看 其實是很正常的 有人覺得好看 人覺得不好看 但就會引起了很大的反應 你看了兩集就說不好看 諸如此類 如果你有上網 你都知道我看了什麼 但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大家 反應的速度不同 我覺得有人看了兩集 任何一套劇 都不好看 都有權說 又不用群起而公知 時代不同了 幾代人的看法不同 以前我們幾代人 我們不喜歡老爸 跟老爸吵架 甚至跟爺爺都交不進 我們不會回到網上說 但現在可能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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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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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在那裡聊 以前一邊吃飯 然後跟父母說 這事情做得不好 那已經三六孫 但現在就一放上網 是的 所以放上網是 事代變了 有後果的 是的 剛才那些師兄很厲害 我看觀眾是很厲害 Tom Clancy 是的 Tom Clancy 即是我們說得那麼壞 你都猜到我說什麼 你原來是想說Jack Ryan 是Tom Clancy 但那套劇是不是Jack Ryan 我不知道 但Tom Clancy真的很有名 他們寫劇本 或者小說 其實一般人是寫不到的 真的寫不到的 有時候不是讀書問 他真的知道內幕的東西 是的 那就說回舒哭 是的 是的 我都害怕的 因為反應兩極的 是的 阿迪 阿迪 喂 喂 你可以聽聲 舒哭 舒哭 我完全沒有看過 我初初以為你讚他好看 原來是五米 反過來 嘩 我呢 說真的 給了機會 對 給了機會 首先 阿迪 阿迪說先 但我完全明白 為何 他內幕 為何這部電影劇會這樣玩 因為之前聽過傳聞 在迪士尼裏面說 CG那些 是拉隊走 因為待遇不好 這個也不是傳聞 所以最近發覺 真的從不知道哪一套 Maffle之後 那些CG是差到 你很不小心 我記得是一個電影從業員 知道哪一套 我不會取得名 也是一個著名演員 來的 跟我說 你原來看到那些格子 離譜 那些CG還沒畫好 就交貨 是啊 昨天那一集 打擊局也是一樣的 原來是因為他們 可能的待遇不好 僱傭關係不好 我想其實是時間不夠 這個是一定 因為始終你做這些 是需要時間的 那個機器都要 是的 但他們的點是說 你給不到時間 又不給不到錢 不給到人 我就給了 好 阿迪 好 你沒出聲 你怎樣發生 我覺得是 後來暴走 是一段時間來的 但有人喜歡 有人喜歡 是 因為他是 書庫是他的賣點 打爛第四廣場 什麼叫打爛第四廣場 就是他直接跟觀眾說話 他還陪同觀眾一起 例如罵電影公司 罵劇本 他大建局的賣點 就是我和觀眾一起罵劇本寫得不好 首先 他故意寫到劇本 其實 最後一集的賣點 現在是劇透的 如果你不要罵我劇透 現在是你的了 你也知道 他的賣點就是 昨天那集是第八集 第一、二集 就是鋪排女主角 首先最大的討論點就是 第一、二集就是 那女主角得到的能力 當阿哭 即是他表哥想幫助他 教他怎樣去利用的能力的時候 書庫就說 我不用你教 因為我身為一個女人 這些事情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每天都在做的了 我每天都憤怒的 我被你男人在街上撩 我被你男人在街上盯 我被你男人在工作場所 明明無料的辦代表 我全世 我作為一個女人 我們女人 就是 天生就是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就不跟你的男人 所以我沒有什麼需要向你學習 最初就是 這個 就是多人討論的 就是這件事 其實 你說那個劇組 是否特意這樣寫的 我就不知 究竟他是特意寫到這樣的情況 去刺激觀眾 還是他真的這樣想呢 我就不知 好了 去到第七集的時候 他 因為自己那些床上 那些叫什麼 那些 親密片段 被人偷拍出來 有些網民 有些藍網民 就特意去偷拍 派人去跟他親 寬好 這樣也可以 然後就去偷拍了他的性愛片段 放上網 激怒了他 他就 那些 他就發爛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然後 就 大肆破壞 在場地 嚇壞了很多現場的嘉賓 破壞了整個 螢光幕 即是造成了危險 的而且確是 刑事破壞 第八集 是真實的劇情 讀劇裡面 即是書哭 不是真實的書哭 真實沒有書哭 然後 第八集開始的時候 他被拘捕 諸如此類 他 有幾個關節 我覺得有點奇怪 他就說 問題就是 當你第一 二集的時候 說他很自信 說自己是懂得控制情緒 到第七集的時候 發覺 最後一刻 原來他是不行的 好像是 人物打了一個 叫做 補完花 其實編劇 跟觀眾一樣 覺得書哭這個人物 其實他是自視過高的 他只不過 當時未去到那個位 他不知道自己是 其實他是不懂得操控 書哭這個能力 哭這個能力 即是說他沒有聽到 他表哥的忠谷是不對的 我以為是這樣的意思 當你在第七集最後的時候 我自己一想情願的想法 就是 原來的編劇 一早都是跟觀眾這樣想 就是他太輕視了這個能力 對他的責任 因為他一向都是很輕視 他就算得到這個能力之後 他都沒有想過用這個能力 去 用這個能力去幫助其他人 他一直都是想做律師 而他每天變身都只不過是因為 那間律師行 要他這樣做 很有花瓶的作用 來繼續他的律師工作 整套劇不斷標榜 他是一個律師 這套劇是一套法庭戲 他怎麼說 律政喜劇 律政喜劇 其實女主角是不對的 他應該聽Bruce Banner說 好好去學習 怎樣運用他的力量 OK 但原來你看完第九集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不是 到最後呢 一 他也沒有承認自己有錯 他就算被警察抓完 他落幕了一份工作 去了他的父母 然後去到最後那個鏡頭 你不覺得他有意識過自己有錯 他始終從頭到尾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第二 他去到中間那段 大家都看過了 我當你們看過了 淫婦這些就算了 淫婦好像在漫畫裡的人妾都是淫婦 我反而覺得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是淫婦呢 是因為他用現在那種 其實很真實 因為他的人妾的樣子 他不是一個淫婦的樣子 但他的行為是一個淫婦的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看劇 看得太習慣 淫婦就是淫婦的樣子 穿高跟鞋子 吃煙 電腿頭髮很軟 說話萬兩拍 很重避陰 但是他的賣相 你這麼清楚 因為我兒童偶像是姚偉 是曾慶瑜 所以我很清楚 這種 但是 他這個賣相 他是一個鄰家女孩 但他的故事裡面 他是很容易和別人上床 所以你會覺得他一個淫婦 是這個 我自己覺得他只不過是一個 不樣版的正常 美國女人 這個是OK的 但是 去到他 去到中間那裡 以為他會打大家 我自己其實不太在意 他是不是用動作上去做大紀局的主場戲 那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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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領袖 其實就是那個眼睛皮皮的人 那裡 那裡 他搶了他的血 就是他偷了他的血 打到自己的身體 那一刻 以我理解是不會有效的 因為他不是他親戚 因為 Jane和Bruce是親戚 他們才可以用到他的血 就會變成Hook 那 邏輯上 其實他如果打針下去 他應該會死 就好像第二集 Incredible Hook 裡面 電影裡面 變了個頭很大 變了K型人 不會變Hook 但是他好像 故事推進下去 他變了Hook 然後 Bruce Banner 就是Hook 從天而降 那一刻 我就覺得 不是爛到這樣的地步 我不想看這件事 我不想你寫得那麼爛 好了 然後 他就 去到我們剛剛說的 他就踩進去 打爛第四棟牆 踩進去劇組那裡 他又出回去 This is Facts 那個Menu那裡 對 然後就說 不是我們 Kavin 就是Kavin Feige 都是這樣想的 然後他走進Kavin Feige 那裡 原來就是一部電腦 其實 你說很好笑呢 我覺得其實 是打爛第四棟牆 但很爛 很爛 很爛 我以前寫過一部 說一下Bruce Serious 那部電視劇 叫做Moonlighting 用過的 而且Moonlighting 是用得好很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Moonlighting 劇組的問題 是公開了 例如《男女諸葛不和》 《男女諸葛不和》 《男女諸葛難尾》 而他一直這部電視劇 都是那個新聞 而他這個自嘲 是成立的 但在書庫裡 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不成立的 就是 我不知道他寫的時候 那個新聞是怎樣的 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是Marvel不給錢 那個CG做股務 就是他拖薪 或者他把人工減到最少 我覺得你不是處於一個自嘲的位置 因為你是欺壓者 你MCU是欺壓者 你沒有資格用這東西來自嘲 你不能夠笑回你的CGI 我便宜 我便宜 最慘的是前一個鏡頭 看到書庫走進去的片廠裡的時候 我真的很覺醒 那個人 你一套MCU 應該是站在CGI的頂端 但他那個CGI 好像是未拍好那些 然後在DVD加進去的那些片段 我最大的投訴就是 很多時候這些劇 譬如有一個 帳面有一個故事 然後你給一個謎底 終於解開 你給兩個故事 你兩個故事都要站穩才行 就好像 就是《Usual Suspect》 《危險人物》 《危險人物》 中文我忘記了 《Usual Suspect》 最出名的就是 他最後全都是Kevin Spacey 作出來的 是 作出來 最後是推翻整個故事 但問題是 他推翻那個故事都是合理的 他沒有欺負你 但是書庫他欺負了我 前八集他欺負了我 我不知道你那八集做了什麼 還在BB 是的 你說你是legal drama 即是comedy 是一個legal comedy 你是一個法庭的喜劇 你經常有幾場法庭的喜劇 兩場 是嗎 你有沒有展現過 他女主角作為一個律師的才智 或者她的人愛 或者她對她的Client的關注 法庭以女仔為主角 最深入民心的法庭戲有兩套 一套就是Alima Bill 律政甜姐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Alima Bill 類似 一套就是Ligal Lebron 電影版就是Ligal Lebron 那麼 Alima Bill就是最好的 因為他真的每一集 他是笑的 甚至有小會片 歌舞片 但是他真的在法庭的故事裡面 每一集的故事 他都表達到兩種不同的人性 或者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一個辯護 或者一個主控 或者兩課都是民事訴訟 那兩邊的故事都是成立的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好看的故事 就是為什麼你的觀點和他的觀點會相撞 這些就是法庭戲好看的東西 但是在書庭裡面 其實所有的法庭戲都是油油的 這樣說完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對 也是一些很瑣碎的東西 完全 作為一個所謂Ligal Drama 或者法庭喜劇 他完全沒有fulfill到 到最後 他踩到他劇組裡 最後一句 因為我這套書庭 是一套Ligal Comedy 或者Ligal Drama 那法庭戲呢 他在哪裡 最慘的是 你出來 好了 我純粹以你本身那個劇的邏輯 你這個世界觀 你明明開頭的時候 你說書庭 放他出來 但是他在腳上加了一個療 就是不讓你變身 那麼 他踩入他那幫直男的 toxic的藍網民 那些粗的藍網民 那些是壞人 其實他整套劇 就是要指證你這幫 我們這幫藍觀眾 就是這套劇的奸角 我們這一幫是上網的輕視女性 逢有女人做的劇 就說不好看 就覺得所有的女主角 都是那些權力 那些能力 都是免費地得回來的 沒有付出過的 我們這幫男人就是這套劇的奸角 他這樣指證 OK 這件事我 我已經不爭你這件事 我只是說你的故事裏面的邏輯 喂 那你 你警察 你最後鏡頭一轉 警察來到 我為什麼要拘捕 我為什麼要職場 拘捕那幫男人 他犯了什麼罪 你說他hack你的電話 那是證據呢 現場犯法的人 就是舒哭 因為你還有腳尿 在腳那裡 但你變了形 那我以回 本身故事的邏輯 而且你這套劇 是想講法律的 就算那幫警察 都是抓舒哭 有什麼理由抓那幫男人 你有什麼現場證據 他會認為這幫男人 除了599G之外 他犯了什麼法 他只是在職場 他沒有犯法 你intruder是你 你走進來 你打爛了 你走進來 你變了形 你不應該 法律上你不應該變形 你變了形 好 你指證 你說他hack了你的電話 你都要交出證據 都要調查 警察都不會 即 你們正常的人的常識 都知道警察不會無緣無故 去抓一個人 除非他是現行犯 如果你懷疑 你指證他hack過我的電話 你也要抓出證據 現場沒有任何證據 說這幫人是hackers 就算是 我退一萬步 你就兩個人一起入警車 雖然我這樣說 好像是太過理性 但你給我這種 太過黑白 粵語片那種 警車來了 然後拉上去 而中間你把最重要的 那場戲剪了 你這個故事 唯一有趣的 就是他踩進去 那個劇組 那個編劇的room 還有跟Cavin 那個 B the way 那個機械人 是有莊惠劇 給他那張眼睛 很好笑 只有這這麼多 其他所有東西都是垃圾 甚至去到最後BBQ 我已經不說Dare Devil 因為我是Netflix的Dare Devil的死忠 我是很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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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flix那套Dare Devil 我可以跟他任何角色上床 但是 我已經不說他 因為他說我這個Dare Devil 不是那個 他連衣服都轉賣 我不跟他計價這些 我接受了 他的演員繼續做得到 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幾個主角都跟著 好像失業一樣 特別是女主角 好像找不到工作 不知為什麼 這麼好演技 一個女主角 沒有什麼 沒有新工作 那Disney Plus 會繼續用他們做作 即作為影迷 他們繼續做得到 我已經不跟他計較 現在的Dare Devil 完全不是之前的Dare Devil 我不是Dare Devil的粉絲 我是Netflix的Dare Devil 我已經沒有所謂 我不跟他計較 這個是一個playboy型的 很light 很funny 很沒有包袱的Dare Devil 沒有所謂 你會跟我爭 其實漫畫裡面 他也是這樣的 誰寫的漫畫 裡面的Dare Devil 都是很輕鬆的 OK 沒有所謂 但那場BBQ戲 對白老套到一個點 就是外父去問女兒的男朋友 你份工不是沒有錢 那些 亮度那點 你不要跟我說 你這部是喜劇 我從頭到尾笑都沒有笑過 我不是說到最後一集 我是說到最後一集 我已經很通融 我已經很嘗試去看 我看《Miss Marvel》 我已經棄了劇 這部我都很嘗試去看 它是輕鬆的 它是 你說我是輕鬆的 我是外傳來的 我不是MCU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只是想搞笑而已 我完全接受 我給你任何東西都接受 你是輕鬆鬆我OK 我都覺得是挺輕鬆的 但你不要臨到最後的時候 跟我說 我這部劇 其實想帶出的故事 就是唯一的敵人 就是你們這班 一開始的時候 不肯接受我 作為一個女性做主角的 就是認為 她說得很明白 就是說 你叫那些女人做female 就認為我們那些能力 就是輕而得到的 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要最後做這部劇 就當作是這部劇的主旨 因為其實這部劇 是去到周圍 就是搞場 不知道 去別人的婚禮 然後打架 那些戲 就是你每一集 那個方向 你是完全沒有方向的 它有點像《香港八三》那些 就是每一集 嘻哈哈就算 那樣 你就不要最後來搞一個 就是你earn不到 這個ending 已經不說ending 是learn 和晚寶雪 是啊 Taping 沒錯 我讓你先吞口水 讓你擦頭一下 我想聽一下 其實我剛剛說的情況 都有一部分觀眾會同意 但是我想說的 我想 我會這樣的 正之後負 正之後負 其實現在的年代 因為最劇 我們可以看回頭 其實很多瑕疵 我們容易找到 是 即時代進步了 我們的批判力 其實是大了 所以我們很容易 就是抽屍摩檢 你可以批評他們 拍得不好 所以我們不是一面倒 說製作人員不好 但是因為時代進步了 但是電影轉換 時代進步了 你應該製作人員有高科技 你又可以做得好些 舉個例子 以前拍劇 你不能臨場看回 那些叫做什麼 現場review 現在任何電影 好 你即場看回 那個playback 那你有不好 立刻可以再拍 以前無線 我們小時候 那些真的七日先 是天天拍通宵 因為我現場的師傅 是無線拍 寶連燈的 他們那些是 二十四小時的 因為他要追時間和趕劇 有時候鬥快出戲 以前阿士和無線 都拍過 兩邊拍成根絲漢 那你去追 因為拍得很辛苦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穿燈 有很多東西 都不能夠盡善盡美 但是那個年代 真的很寄窮 因為我沒有payback 那條片可能outflow了 我們都照樣出 我那天看回 以前張國人有套 在一個節目裡面唱歌 那鏡頭 簡直是花了 一到那部機 三號機 畫面就有兩條線 在那裡發 我想看看 是不是我的屏幕有問題 不過就不是 那個監製是醒目 就盡量避那個鏡頭 但是搞不搞 他出那個鏡頭呢 他都是看到那兩條花痕在那裡 但是那個年代 八十年代是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那個年代 科技最沒有了 反過來 所以我們要求高了 其實製作人員 已經多了科技幫助他 所以公道一點 其實也是與時並進 所以現在看到那些 質素低的劇 是可以說的 不過我這樣說 一定有參差的 其實我想我最大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大反應呢 我覺得他心理不好 有想說人 但又自己沒有了解 是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劇 寫得很好 而最後就是 真的可以 優到你們的 但是問題是 你交不了課 我最介意的是 如果你的劇本身是交不了課 你最後還要告訴粉絲 如果你的劇是好看的 然後你最後告訴粉絲 你看看我最初 如果我寫到一個圓滿的故事 我第一集的時候 那個女主角是不對 但其實你罵得太急 我最終的時候 給你一個圓滿的故事 其實我們作為劇組 我們知道的 其實你沒有給我時間 你罵得太快 如果他能夠用他的故事 去導出他的主子 是OK 但他的故事是導不出他的主子 他只不過是 把奸角變成你們的男觀眾 即是本身已經不行了 耳笑遮臭 而且他寫得不好 例如他騙了他上床 偷了他的血 偷拍了他們上床 那段片的男人 那個人去哪裡 那個才是奸角 那個才是真正有 真實有侵犯過 真實有侵犯過女主角的身體 的男人 那個男人的後悔下場 沒有了 即是他寫得是很斜的 你明明你寫劇本 就算你寫得多差也好 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這個角色 你無線劇 就是這麼垃圾的 這個角色 他最後的下場是怎樣 你叫他被車撞斃也好 接著也好 很流行的 我生不了兒子 是很垃圾 是很斜的 但是是必須的 這個角色是原本的 他騙了他上床 那個人是沒有一件事的 沒有再出現的 那個人 唯一真正欺騙的女主角 侵犯了他身體 那個男人是沒有了一件事的 那個才是大奸角 應該是其實可能拍了 或者剪掉就不定 這個我不會不斷地為他 但這個是劇組的問題 監製和導演 你整件事都穿暈了 我不管這套劇是拍給女人看 因為我最喜歡看女人的 我經常被我老婆 我喜歡看愛情劇 喜劇 我最喜歡看這些劇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講近期的電影佳作 你沒有看 我沒有打到 沒有針止 那套是《法氣公深》 我看他的幕後花絲 他們其實是對白 他們唯獨都讀很多次 這是很必要的事 因為現場的氣氛 如果不是大家是講對白 你接著我 我接著你 而是你發覺 那六個演員 是互相有交流 而且是入了戲 你覺得出來都很精彩 這件事 我看到花絲 學到製作 我叫他 他真的唯獨很多次 Steven Wong 也補完了 握了女主角上床 George 最後一群男人 都沒有再出現 其實他要交代 很簡單 他只要在外面出一出 好像喜劇 黃新劇 也有 突然跌過天花板 然後 摘到他 然後他很失態 失威 其實已經OK了 交代了 他有他的報應 就是這種簡單的事情 但是 為什麼都不做好他呢 只是 最後一天 你打爛第四場 那個位置 是做了一個talking point 唯一 他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們有得說 他知道要這樣做 但是他又不夠功力 甚至他沒有準備 做完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寫到那麼散 那麼爛 你說如果他散 是爛 但是很搞笑 你有一個 但是打鬥很好看 女兒很棒 他什麼都沒有 他隨便給我 但是衣服很漂亮 但是歌曲好聽 你隨便給我 他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就是拍一套這樣 可能你就因為 因為他掛著Marvel的名字 你就覺得舒酷是一套 應該是A級的TV劇 嘩 他真是OB-1都不如 他真是一齊差的劇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外國生活的經驗 但是有時候都看過 就是我做電視台 有很多做外國節目 剛才你講的那些戲 我為什麼會認識 因為當時做電視台 人真的不知道 知道 但是我發展當中 有很多爛劇 那倒是 通常我們 通常我們接觸不到 那些爛劇 對啊 不想這樣 你樹大有福福之 真的 你只講Star Wars 已經是三班人 我們講 一個就是Mindalorian 就是這個 大指紅狼 雜雜是獨立看的 雜雜都好看的 另外就是Andor 現在是營造氣氛 即是長片劇 或者電影的製造 然後就是其他 那些不說 那些就是我之所謂的 最慘的是 我最生氣的是他心底不好 就是他不單止拍出爛劇 他還要用來去 即是他以為自己好 所以可以罵 你還要罵 那些是你的觀眾 是 即是就算罵你 也不是這樣罵 你還要說他們是 即是你用這個 那個Leader 那個叫什麼名字 Sorry 剛剛有一個觀眾說法 即是那個扁扁扁扁扁的那個人 即是你用這個人 來代表所有批評他出劇的 男性觀眾 是 我覺得他的心底很差 幸好我看劇 真的沒有時間 我真的選擇 所以看劇也是 我的衝擊就是 如果朋友說不好看那些 我就真的 省省了 所以我覺得 不是的 因為我是有些咬氣的 因為我一直都說 即是 我一直都想 即是 我不認自己是這種男性觀眾 即是 我心想 我最喜歡看 Sex and the City 我最喜歡看 Aline Mabill 我是看女人劇大的 愛情劇我最喜歡看 愛情喜劇我最喜歡看 即是我不認為 我批評你的劇 或者我不接受女性英雄 是因為我是一個男人 男人 直男 我不認 但我都用心去看 看到最後 我發覺 都沒有 對 你都交不了貨 你完全交不了貨 所以買產品 買服務 有時候不要只看牌子 對 有時候真的有點難劇 很多爛生果出現 大家小心 差不多到12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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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等著我們 阿迪等著走 差不多到12點了 因為我的電話都沒有 一吹這些東西 很難停 果然Lokar對電影電視很有要求 有些生氣 有些生氣 我看到有些人幫他說話 我還生氣 沒有 不是 我今天看美國的YouTuber 有些爭黑粉絲 正如奧比溫 我也想稱讚他 好像奧比溫 你知道 外國的YouTuber很流行 一邊看 一邊拍自己的反應 我一看書 我罵之前 當然是看別人怎麼看 我看到有三個 我不知道他是死忠 有三個男人 看書 看得笑得拍大腿 好划死 真 好划死 笑什麼 我心想說什麼 好笑 無論如何 我是一個中年職男 沒有資格規定 關於玩具消息 大家可以可能在 未來的這個 冬天 聖誕新年 未必在周圍都見到 玩具 看看 我先說這麼多 不能說太多 是秘密嗎 又不是秘密 但是 由主辦方還沒說過 我當然不知道 不妨 希望大家在聖誕新年 可以多些出來購物 為什麼呢 不是為了某些人作素 因為整個經濟循環都是這樣的 一個環境 旺了 那些人能賺到錢 鬆動一點 又要光顧多些吃飯 經濟原諾 對 跟著一個 cycle You got the brakes I got the balloon makes a lot of money 這樣的話 就會很開心 整個事情 流港消費好 出去玩也好 但是大家 總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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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重要是長命 這件事就是長命 有長命 長命就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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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辛苦大了 今晚是 沒錯今晚的氣氛很多 所以很累 已經躲在後面 很難 沒事 這麼多 一直都是直到他 不好意思 多口水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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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對 做